嘿大家好我是艾妹 今天要跟大家求精求學 隨著NBA球員薪水越來越誇張 近期許多NBA球員分享了自己領到第一份薪水時買的第一個奢侈品是什麼 這個影片的啟發來自Clay Thompson在今年12月3號時在Uninterrupted的訪談 Tonson跟主持人Carter討論了非常多東西 尤其是Tonson的第一份薪水 Tonson現在已經被認為是NBA歷史最強射手之一 除了是勇士隊王朝的主要工程之外 還跟勇士簽了一份5年1.9億美金的合約 而在最近的訪談中他說 賺錢對現在的他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但是他永遠記得自己拿到NBA第一份薪水時的心情 以及所購買的東西 在2011年勇士隊以第11順位選中Tonson之時 勇士給他的新秀合約就有200萬美金 Tonson說因為NBA跟一般工作一樣是每個月發一次薪水 所以他第一次領到的薪水是3萬5美金 他說這個金額比他想像的還多 還有看到錢超爽的 Tonson還說他買的第一個東西是撞球桌 而且他到現在還留著 Tonson還說因為他習慣節減的生活 讓他轉成NBA球員過程比較順利 多的金錢沒有讓他變得更加快樂 雖然看到薪水時還是讓他覺得很開心 他說以前在大學拿一個月1100美金的獎學金生活 就讓他感到很開心了 那時他可以想吃墨西哥餅就吃 想買新衣服就買 現在即便拿到三個NBA冠軍和巨大的合約 他說他還是跟以前一樣 生活品味沒有改變 他最喜歡吃的東西還是路邊小吃攤的墨西哥餅 不喜歡吃奢侈的食物 還有除非是贊助商的衣服 不然自己不買大名牌的衣服 Tonson還有提到他最後會買的東西是什麼 Tonson說他為了配合NBA其他球員的穿著風格 花錢買了很多高貴的衣服 他說那是他金錢方面做過最差的決定 還有他補充他只穿自己衣櫃中5%的衣服 而Tonson也說他買過最喜歡的東西是一艘小船 當他被問說為什麼他要買這艘船時 Tonson說我知道我會很常用到我的船 因為我很喜歡待在水邊 而且透過我創立的慈善團體 我可以帶很多小朋友一起去釣魚 這讓我感到很開心 他說這種經驗 開心的程度是無法單純用金錢就可以買到的 現在Luka Doncic可說是風靡全NBA 生涯第二年就展現出可以長軍大三元的潛力 而在他打進NBA之前 他就在西班牙開始打職業籃球了 但是他說到美國打球是他的夢想 Luka說他除了愛籃球之外他還非常愛跑車 尤其是藍寶堅尼跟麥拉倫 但是在最近的訪談中他說他最想要的車還是保時捷 所以Luka用在西班牙球隊中拿到的前幾份薪水 買了一部客製化的保時捷跑車 顏色為鐵青色 而他在達拉斯拿到小牛隊薪資之後 便毫不可棄的增加自己的收藏 除了上述的鐵青色保時捷跑車之外 他還另外買了兩台客製化保時捷跑車 一部紅色、一部黑色 還有另一台奧迪的紅色跑車 他在這三台車上大約花了30萬美金 隨著Shack變成美國歷史上最有錢的運動員 你越來越難想像他剛進NBA所做的事情 當他在1992年以第一順位選進魔術隊 在跟籃球卡牌遊戲公司簽下100萬美金的合約之後 20歲的他犯了一個理財上的錯誤 使他往後人生對金錢的觀念完全改觀 Shack說這是他太高興造成的 他說那天我的經紀人跟我說 我拿到100萬美金 所以我就跑去賓士車行買了一台15萬美金的跑車 回家之後我爸跟我說那我的呢 所以我又跑回車行 又買了一台15萬美金的跑車 我算了一下身上還有70萬美金 所以我又去主堡店買了些項鍊、耳飾、手環等等 幾天之後我的銀行管理員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他認識很多這樣很有名聲實力的球員 打球期間很富有 但是退休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他還說我現在已經負債6萬美金了 所以Shack在那之後 請了專門幫他管理財務的人 他也教導自己6個孩子也要學會管理財務 Shack籃球生涯期間賺進了3億美金 他用了那些錢投資蘋果、Google等等 一些夜店跟素食餐廳 使自己的身價超過了10億美金 在Zian Williamson成為Coby、LaBron之後最令人期待的新秀 他簽了一份2年2千萬美金的新秀合約 還有跟喬丹球鞋簽了5年7500萬美金的合約 成為最大合約的新秀 他拿了這些錢買了一台客製化的卡車 給他不到10歲的弟弟 講到這邊我真希望我有一個兄弟是NBA球星 另外勇士隊王朝的另一個工程 小AIAndre Iguodala也有過類似的訪談 小AI在2004年被76人以第9順位選中 他的新秀合約就高達4年900萬美金 其實小AI自己常常說 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打進NBA 他只是順其自然地被選進而已 而在近期的訪談中他說到 因為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富有的生活 所以從來沒想過要買這些跑車、房子、珠寶、吊飾等等 他說他就是喜歡打籃球 交易球員遊戲、卡片跟球鞋 小AI說他領到第一份薪水時 跑到家裡附近的Nike旗艦店 花了兩、三千美金買喬丹的球鞋 他說他那時候感覺自己在花好幾百萬美金 他還補充說他有幸可以遇到幾位 教他怎麼管理錢的老師 說他能擁有現在的財富都要感謝他們 並且自己願意幫助其他NBA球員提供金錢上的諮詢 另一位參加此訪談的是前NBA球星阿瑪斯多德瑪爾 阿瑪 他在NBA打了15年 替很多球隊效勞 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應該是他在鳳凰隊期間MVP般的表現 其實他在2002年就被鳳凰隊以選秀第九順位選中 他簽下的新秀合約跟湯神差不多 而他說當他看到第一份三萬美金的薪水時 他說這感覺像是電影的情節 當你睡覺醒來就突然致富了 阿瑪看到那些錢非常開心 他決定好好用來照顧一下家人 除了幫自己買許多主堡衣服跟跑車之外 他還幫媽媽買了一棟房子 還帶哥哥去寫評一下 阿瑪說你這一輩子一定會記得 你母親跟你哥哥因為你的成就 而感動流淚的畫面 並且說這會是你努力的最大動力 不過因為這樣他在新秀球季的第一個月 就把第一年的薪水花光了 所以阿瑪之後開始注重儲蓄 並且說假如可以正確的儲蓄 按照NBA的薪水 其實靠利息就可以過活了 不用從自己的口袋中出錢 用這些錢可以養好幾代了 現在的Chris Paul CP3 當了15年的NBA先發後衛 他球員生涯當中也賺了好幾千萬美金 但是他金錢方面一向都管理得很好 他會特別說的事件就是 他在2005年在Wack Forest大學大二的時候 他宣布自己參加NBA選秀之後 他的經紀人預先給他了100萬美金 讓他提早體驗NBA球員生活 但是因為CP3爸媽覺得一位21歲的年輕人 會瞬間花光這些錢 所以跟經紀人說給他25萬美金就好了 因為畢竟他當時還沒被選中 CP3在後來的訪談中說 我領到自己的第一份薪水時 是我人生改變的時候 我帶著女友跟我最好的朋友 跟他的女友一起去吃飯逛街 我跟他們說 你們盡量買些東西吧 歌請客 CP3還說 從前他們兩對情侶一起去星期五餐廳吃飯 但是每次付帳的時候都得分開結帳 因為大家的錢不多 但是自從領到NBA薪水之後 結帳只需要一張了 CP3在訪談中還提到 他領到第一份薪水時跟他母親的對話 他母親跟他說 是時候頒信用卡了 差不多該開始累積自己的信用額 但是他覺得刷卡還是很奇怪 所以他用信用卡花錢的時候 都是小心翼翼的 那假如你第一份薪水是幾萬塊美金的話 你第一個買的東西是什麼呢 幫自己買跑車 還是幫家人買房子呢 還是說拿它來投資 我的話一定是買大餐來吃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這是一個比較輕鬆愉快的影片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按個喜歡跟訂閱的按鈕 我還有非常多正在準備的NBA的故事 所以就不要錯過 那我是曖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